我的话会是薪资还有相关的福利待遇这些东西会比较在意 我会重视这个工作或是这个产业有没有成长性 没有耶因为我觉得餐饮业就是福利没有那么好啊 同事之间就流动率也很高 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年轻人比较不喜欢这样子的环境 没有耶因为我觉得餐饮业的钱少事多又做一样的事情 不适合做一份长期正职的工作 是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麦当劳 那我是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加入麦当劳了 加入麦当劳的动机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薪水非常游温 有三万六那在参加同学会或者是亲戚聚餐的时候 我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跟他们说我的薪水是非常游温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耶因为透过沟通然后跟培养我们之间的信任感 然后团队之间的默契事情都会被解决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份工作最棒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很多跟人之间的互动 然后包括在团队之中会有很多比较年长的前辈 然后他们都会教我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有他们在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安心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年代 我建议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可以选择有制度有资源的公司 有资源代表你不用共体时间可以享有好的薪资福利 有制度代表你不用瞎子摸相 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 像麦当劳提供餐厅里36K的起薪 还有许多的休假以及超优质的福利 同时我们有完善的制度和教育训练 透过肩并肩一对一的教学 培养每一个餐饮新鲜人成为企业全方位的CEO 做对选择就是迈向成功的起点 对 当然有我们在员工餐饮有免费的部分 我们可以省下很多的钱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辣 所以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麦脆鸡辣味的 那当然公司也不时的会推出非常多的新产品让我们去吃 我是天蝎座 我觉得麦当劳这份工作不管是什么星座 什么邪型 什么年龄 都会在这个团队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一个职位 有耶 我想我养了一只很可爱的俄罗斯蓝猫 它叫做Mew Mew 我当然会啊 养猫悠闲 养猫跟养狗我们都很欢迎 因为像养猫的话 猫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动物 那就像我们的员工很需要这样独立自主的工作 那养狗也很棒啊 养狗的人就是有那种团队合作的精神 然后又很友善 所以有养宠物我都觉得他们会 对宠物有爱心 我相信他对于他的同伴 对他的同仁 还有对我们的顾客 我相信他都会很有爱心 我非常欢迎这些有养宠物的人来加入麦当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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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